当我祷告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我发现是在第二个阶段的层次的上面 它们的区分在于什么呢 它们如何区分 你要说是第三个阶段呢 它们的区分在于你会发现 它们所释放出来的那种恩高是不一样 当你进入到第三个其实的阶段的时候 那种恩高的同在 和你在第二个阶段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是完全差很多的 那在第二阶段 其实到你开始灵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有一个神的同在降下来了 神的恩高已经降下来了 就是神的那个同在让你就享受在里面 很安静的享受在里面 可是当你到了第三个领域的时候 进入到启示的领域 就是全身心灵都完全在另一个状态里面 那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神会带领我 我会发现我是进入到异乡的里面 我是进入到行走的里面 那么贵河神有一些行走 邻里的行走 那也会有一些交通 但是在那个领域的里面 是没有办法被干扰的 就是我只是参观 就像我去一个博物馆 我去参观 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改变路线 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我所要看到的事情 因为在那个层次的里面的时候 我就是完全的随从 顺服 完全的跟随 那么那个时候的恩高就会完全掌管我 我就会感受到 虽然我的身体是在的 我就觉得安静到一种程度 我就听不到自己的呼吸一样 就是静到一种程度 就是我会发现我和神行走 可能我会留意我身体的变化 那个时候我身体就发现 它好像全然安静了 静到甚至有不动 当然它是动的 它也是喘气的 但是就是我感受 好像那一个时刻 它是不动的一样 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没有任何反应了 其实当然它会有生理的反应 就是正常的呼吸啊 会也学会 但我感觉它已经全部静止了 我觉得我的身体是静止的 在那个时刻 在我到第三个层次领受启示的时候 然而我的灵鹊和神行走在世界 当中啊天堂当中啊 还有在意象里面呢 会进入到完全属灵的里面 就是完全进入到属灵的里面 和我第二个层次是半进入的状态 我觉得 我在第二个层次聆听神 是半进入的状态 可是当我到第三个层次的时候 是全人的进入 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无论在意象的里面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是参与进去的 我就完全进入到灵里面 参与的那个状态里面 但比如说我早晨的时候 进入到天堂的里面 那我就会好像不再 不再在意我的身体 就是我不会留意我身体怎么变化 我的灵全然的喝水 就是行走着 就是那种感受 而且我会更注重就是 我们一起从窗户飞出去 物质界完全等于不存在一样 墙壁啊窗户啊 好像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行走到天空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空气的拦阻 也没有任何所有东西都都不是拦阻 然后就是说 当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是全然投入的 我自己是全然投入在 那个和神行走的里面 那个时候释放出来的 启示性的恩高 也是非常强烈的 嗯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我在第三个阶段的领受 那么很少有人能够从第二个阶段跨到第三个阶段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觉得是有一个预备的 而且呢 有的时候启示不是求来的 是神啊 亲自 他自己主动给你的 不是你想要看什么 我要寻求什么 其实这个部分我要寻求什么 都是在聆听的那个里面 那么到第三个阶段 就不是我的意志在控制 也不是照着我的需要了 神是照着他的需要了 照着他国度的需要 照着他对我的计划和心意 当然他也不启示关于我的计划和心意 但是是为了神的需要 我会发现 嗯 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神的 是站在神的角度做了 而在第二个阶段 或者是我祷告的时候 都前面的部分 神都是按照我的需要给我的 可是到第三个阶段 我发现 我是需要照着神的需要 去给神的 那个样子 就是主动完全不一样了 神完全是主动的 而我完全是跟随的 嗯 所以感谢神 我就觉得 嗯 在第三个领域的里面 如果你进到那个领域的里面的时候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降服 完全的降服 没有任何自我的降服 而在那个里面 如果跟神去领受那些启示 是非常美妙的 而且在那个启示的里面 你会看到 嗯 神的真实 那种感受也会更真实 比如说 我会感受到神的喜乐 他的喜乐 会从他的心里面 涌流到我的心里面 我就会用我的心里感受到 他心里面的喜乐 那 我也会感受到 他对灵魂的忧伤 当他流下眼泪的时候 我的心 就会很伤痛 那种感受是非常真实的 那种灵魂的经历 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 随着生命的提升 那你的领受的 就会越加的清晰 就是 所以 弟兄姊妹 一般的情况下 我觉得 刚开始操练 聆听神的声音 是不太容易 进到这个阶段的 但是看 那也要看神 对每个人的护照 如果神对我们每个人 都有那个护照的话 我相信 就会领导你 就是这些 刚才你有说过这个 嗯